這100天 天天有驚奇 但是覺得我們國人 我們整個情勢 我們整個大家 其實還蠻沉穩的 一關一關的 我們都很平穩的 把他度過 感動的是 台灣是個團結的社會 對我們的國家就會更有信心 我想要謝謝民眾 那都每天都固定在這個時間 那收看我們的疫情指揮中心的一個說明 那這個說明也讓 我們的阿中部長就一讚成名 那所以也謝謝這個 我們的這個媒體的報導 那未來我們希望在 很快 希望能夠結束這場戰役 謝謝 過去的100天 第一個要非常謝謝 我們的阿中部長所帶領的整個防疫團隊 那甚至跨部會的合作 讓我們國家可以維持到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真的是世界的 典範世界的領先 包括CDC的同仁 我過去長久跟他們一起工作在一起 也是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勞 從 第一時間的警覺 那到 一路下來 幾乎是不眠不休的 超過百天的努力工作 那也好多次說 那除了CDC的 防疫團隊 醫療工作的同仁 那也當然包括了地方政府 很多的 特別是 衛生單位的人員的一起參與這樣的一個 醫療工作 那第一線的工作也非常非常辛苦 在他們醫院裡面的系統都還沒改好之前 我們又下一版又出來了 不過當然最後也看到知道說 我們為什麼需要這樣 然後才讓我們的 這個疫情可以 那麼密切的追蹤 那麼密切的監視到現在 這樣的一個程度 非常謝謝我們所有的民眾 包括指揮官 阿中部長也提到 我們的民眾水準真的是非常的高 那跟SARS當年的年代的民眾的水準 確實是非常不一樣 民眾的配合度 民眾的改 很多衛生習慣的過去的養成跟改變 都讓我們這一次可以更順利的讓疫情 控制到現在這樣的一個階段 其實我們的媒體朋友 比當年SARS也真的是進步的非常多 當年SARS的時候 那些媒體的報導 真的是 某些人說啦 那又是亂言之一 所以這一次的疫情 其實媒體朋友都精準的報導 那不會去製造太多的一些恐慌的一個狀態 也是要謝謝我們的所有媒體朋友們 那做一個正確精準的報導 讓我們全國民眾更精準的掌握我們實際的狀況 所以在這裡也要謝謝各位媒體朋友們 這麼的幫忙我們國家一起來做防疫的工作 謝謝大家 大紀元時報遍布全球 不受財團 政黨影響 真實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國際局勢 兩岸議題 或者想要欲角欲樂 豐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紀元時報 訂報專線 零八零零 五六六 六八八 記者 檢查便宜 這次有很久 記者 檢查便宜 快痛 這裡 感谢观看